那麼其實我剛剛大家做的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事實上我是當記者 那麼我過去採訪了餐飲的新聞 那麼今天在雲林 我是嘉義人 那麼我也在雲林大學 我也在府衛大學過 那是很早的 1980年 197 80年 不然更早7幾年的時候 那麼當然雲林是一個 其實整個嘉蘭坪也是台灣一個農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陣 一個大區塊 那麼我想利用這一趟了解一個 因為過去採訪的都是食物的終關 就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那麼利用這個機會了解一下就是說食物的體驗 那麼這個在 在近幾年來 就像大家剛所講的談到一些歐美 他們現在已經在做一些重新的思考 那麼很多食物是吃當地的食物 然後發展當地的特色是最重要 那台灣當然是很小 那麼你說從 雲林把它送到台北 你就跟相較於其他問題比較起來 我們還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大區塊而已 算是一個太遠的地方 那麼我想利用這段時間 也許跟大家從大家的這個經驗 大家的觀察 給我一些參考 謝謝各位